字幕字幕 李光芬 字幕 李光芬 字幕 李光芬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 回來我的頻道 大家看到我前面 有這些墨 提母上知我今天做什麼呢 其實今天我就是想拍一條冥想的影片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養生小習慣那條影片 都知道其實我是每一晚睡覺之前 我都會做冥想做meditation 也都看到很多網友 他都很想我有機會的話 可以拍一些冥想的影片和大家分享 今天終於就拍這條影片了 我自己都很開心 今天除了我之外 其實我今天還請了一個很特別的嘉賓 她就是Avina Avina其實是一個正念的冥想導師 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記得都是跟她拍攝和認識的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生 因為我覺得跟她相處是很舒服 很calm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沒有了她是不行的 好了 希望大家都現在慢慢放鬆心情 等會跟我和Avina一起進入冥想的世界 謝謝 現在坐在我身邊的就是Avina Hello Avina 你好 今天很感謝你 你教我們怎樣做冥想的過程 因為其實之前大家都說很想我可以去分享一下 其實我平時是怎樣做冥想 整個冥想過程究竟是怎樣 很多朋友想知道 也有些朋友可能是未試過 不知道是怎樣的狀態 或者整個流程是怎樣 因為我想將最好的東西送給大家 所以今天我就請了一個正念的冥想導師 很專業的導師 跟我們一起去經歷或者去進行這個冥想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冥想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可以帶著一夥感恩的心去做這件事 好 現在你帶領我們開始 好啊 我們先找一個舒服的位置讓自己坐下 好 感覺一下屁股坐在地板 手可以很舒服放在膝蓋上面 你可以手掌心向下或者手掌心向上都可以 準備好讓自己合眼睛 首先讓三個心呼吸自己 慢慢吸氣的時候 然後擦覺到有些涼涼的空氣 慢慢由鼻孔擦過走入身體 呼氣的時候 我們感覺到一份暖暖的空氣 慢慢由鼻孔敷出來沉在地板 再來下個吸氣 我們感覺一下頭頂有條繩拉長我們條脊骨 容許我們下腰背有些天然的弧度 然後將我們整塊臉放鬆 額頭放鬆 眉心打開 眼皮眼珠都放鬆 把這份放鬆的感覺帶到臉旁兩邊的肌肉 然後輕輕張開一點嘴巴放鬆 我們的牙膠 感覺一下頸側和肩膀慢慢沉低 可能你今天都帶著不同的情緒 來到這個練習裏面 我們嘗試 我們嘗試將這些不想留下身體的能量 隨著傾斥的肩膀沉在地板 為我們的身體和心去創造更加多的空間 吸收新的滋養 慢慢把這份放鬆的感覺帶到我們整個上半身 我們的手臂 十隻手指 放鬆我們的下半身 我們雙腳 腳掌和十隻腳趾 來 容量我們將全身都放鬆下來 然後容量我們 讓我們讓自己在當下裡面慢慢安住 再來下個吸氣 我想邀請你幻想一下自己在一個海灘上面 好 我們嘗試觀察一下這個海灘有什麼景象 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這裡玩水 可能你看到很美麗的陽光 可能你看到沙灘上面 有一些很風和日麗 讓你很舒服很休閒的感覺 然後慢慢我們嘗試伸腳 用我們的腳掌踩在沙灘的沙灘上面 感覺一下腳板和沙接觸的感覺 究竟沙是軟的還是硬的 是濕的還是乾的 是暖的還是冷的 我們嘗試給自己一步一步向前走 每一步向前走的時候 這個就是當下了 然後在前面不遠處的地方 我們看到一棵大樹 我們讓自己走過去這棵大樹那裡 慢慢在樹蔭底下讓自己坐下 感覺一下我們背部躺著樹蔭 找回這份很久都沒有試過的放鬆感覺 同時也擦覺一下我們整塊臉是否放鬆 頸側肩膀有否沉低 手手腳腳是否放鬆的 我想邀請你慢慢去聽聽海浪的聲音 這份海浪的聲音可能由遠至近 慢慢由近走回去遠 每一個拍案的聲音 每一個拍案的聲音 我們都嘗試感過它 將滋養帶進身體 每一個離案的聲音 我們嘗試都擦過它 將我們心裡繁瑣的東西沖走 讓我們學習 用一點點時間去愛我們的身體多一點 每一個拍案都把最多的滋養帶進身體 每一個離案我們都把煩惱 把情緒 把困擾著你的東西慢慢帶走我們的身體 在下一個吸氣 我想邀請你回憶一件 今天值得你感恩的思念 今天值得你感恩的思念 不需要是很大的事件 我們所有感恩都可以由小事開始 可能今天你一早起床的時候 你家人給了一個很漂亮的美笑 你早上去買咖啡的時候 天母園畫了一個黑黑笑在你的杯 又或者你遇到的所有好人好事 其實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感恩的 嘗試回憶一下 今天值得你感恩的事 然後讓我們用這份感恩的心去開展新的一天 讓我們用這份感恩的心 我們多給最後三個心呼吸自己 我們將自己慢慢帶回來當下裡面 感受回我們的身體 感受我們的脊椎支撐住我們的身體 感受回我們的心 最後懷著一份感恩的心去圓滿今天這個練習 邀請你慢慢把雙手合實放在空前 拆熱我們的掌心 再拆熱一點 慢慢把掌心放在眼睛上面 然後感覺這份微微的溫暖 用這份溫暖 柔軟 滋養我們的身體 滋養我們的心 準備好 慢慢打開眼睛 放鬆掌心 謝謝Yoyo 謝謝Avina 完成剛才我們的冥想練習了 謝謝Avina 謝謝你 大家剛才有沒有專心跟我和Avina做這個練習呢 其實我平時喜歡做冥想 是因為每一次做完 我本身很亂 心犯意亂 我真的做完我覺得是平靜了 情緒也會穩定 所以這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原因 如果大家平時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 或者是一些很煩躁的時候 想發脾氣的時候 或者是很心犯意亂的時候 都歡迎大家回來我這條片 跟我們做剛才的練習 如果大家有什麼身心靈上的題材 都想我去分享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有沒有什麼想說 Avina 多謝各位 多謝Yoyo 我想冥想真的有很多好處 希望我們可以讓自己再發掘多些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這條片 多謝Avina 多謝Yoyo 多謝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下次再見 拜拜 祝福大家